我们稍微先讲第一个小聚集 我第一次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它是不是在12月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你打开这个档案 109年 它是不是也是停留在最后这个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资料工作表的拆分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先跳回去到01这张工作表 对吧 所以这个动作 请问你是不是就把它录制起来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这就是我现在我想要教你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从12这张工作表 移到01这张工作表 会吧 对不对 就点一下它就好了 可以吗 好 所以 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我们暂时就把这个聚集叫做聚集1 确定 然后接下来就要做动作了 做什么 跳到01 这个工作表 所以点一下它 请问是不是就做完了 做完这个动作了 好 然后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有听得懂吗 那刚刚的 刚刚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可以吗 就是它其实已经把它写好了 所以希望就是说你们能够能够在做的时候不要做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程式内容 如果你没有开发人员功能标签 就要请你 档案 这个 选项跑到哪 选项 可以吗 以前这边它叫选项 它现在我这个2021版 它放到其他选项 然后在这里 功能区嘛 功能区你找不到开发人员嘛 所以你就点功能区 然后请把 你刚刚这边是关起来的 请把这边打勾 开发人员 然后确定 你就有开发人员了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刚刚那个聚集 开发人员 聚集 然后编辑 就可以看到聚集内容 麻烦请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字变大一点 如何将这个程式码的字形 稍微变大一点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大小请切换到14 可以吗 因为你的预设应该是9 或者是10 好 确定 然后 刚刚我们是不是做那件事情 做什么是从12工作表跳到什么 跳到01工作表 所以麻烦请在这边写01 就第一个动作 我们做了什么 跳到01工作表 可以吗 你一定要写这个编号顺序 因为 因为程式执行 他会跳来跳去的 所以我要知道说 你第一个步骤 你想 就是我先把12工作表 跳到 跳到去选01这张工作表 这不就是工作表吗 哪一张工作表 01这张工作表 做什么动作 好 做了一个选 就这样子 然后做完这件事情 请你关掉 但是 但是也有些人 他是直接在 因为做完这件事了 扁储存 也是可以 也是储存这个聚集 好 那其实因为这个聚集 已经绑定在这个档案里面了 所以你在这边扁储存档案 就是连同聚集会被存起来